那要創什麼呢 我想 嗯 想多少戲 我還是沒有東西可以做 那我最喜歡什麼 做甜點 所以我就決定從這一塊開始 那時候我就找了一個partner 一樣跟我一樣 非常喜歡做甜點 兩個就組織起來 每天邊討論 一邊吃東西 吃自己做甜點 一邊討論說 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就開始開發食譜 然後花了一整個暑假 然後開發出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沒有到頂特別 就是算很特別而已 然後那時候我們想要做一個東西 就是蛋糕上面 然後是放餅乾 但是餅乾是彩繪的餅乾 你可以依照你想要說的故事 然後幫你做裝飾的一個蛋糕 但是我們想說 我們沒有店面 那我們怎麼辦呢 那我們只能在網路上賣 但是網路上賣 你要怎麼把一個蛋糕 原封不斷完好的 送到客戶的手上 而且不會移位 這是一件很難克服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最終 還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到現在 然後我們還在想 要什麼行銷啊之類的問題 就這樣work三個月之後 我的夥伴有一天突然就跑了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就說這怎樣 我一個人要坐下去嗎 然後後來發現一個人的力量就不足 所以我第一次的創業 就這樣子胎死腹中了 後來就覺得我不行這樣子 我還是要繼續往創業這塊努力 所以我就看到台大有個學成 叫創意創業學成 我就覺得這個學成很棒 因為創意嘛 我很喜歡那個東西 我很有點子 那創業你是我想要體驗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進去了 進去後呢 我就開始生案子 開始形成我的創業計劃 那我第一個創業計劃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weekend 但是為什麼我花這麼少時間在講它呢 因為它又死在路中間了 就是 就是我們它是一個計劃 然後非常的長 然後它會經過不斷的評選 然後篩掉 就是 maybe不可能 不可行的隊伍 然後我在前幾天的評選中 weekend被篩掉了 對 所以下個禮拜會是我們最後一場活動 不過我們還是會把它辦完的 對 然後weekend它主要目的就是讓可以 現代人可以閒來無視 可以上我們的工作平台 然後找你喜歡的工作方 也許是調酒 彩妝 或是手工藝之類的 然後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 但是可能 嗯 業界的講師覺得我們不太可行 所以就把我們淘汰掉了 所以我在四天前又重新加入一個team 它叫friend 然後friend就跟剛剛一個學長分享過得很像 還是個交友的app 至於它詳細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私下來問我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在公開場合講不太好 就是有關交友的東西 對 然後 最後想要結論一個論點就是 其實在上大學之後 我內心的我和我行動的我 其實 有非常大的差異 因為當你內心的你告訴你說 你要往前走 YES 就是YES你要往前走的時候 但是你的身體卻不動 因為就缺乏誘因 還有行動力 還有意志力 就是something 就是卡住你了 也許是韓劇 也許是什麼好玩事情 也許是朋友或什麼之類 就是 就是讓你不去做那件事情 比如說我可能想要去 學習一個新東西 可是我就幫自己找一堆的藉口 可是我覺得現在就是 趁大還年輕 你應該常常對自己 心中的你 對自己說YES WE CAN 我們可以往前踏一步 不管是嘗試新的東西 或是想要去做什麼 我覺得剩下年輕就是去做就對了 就像我一樣 其實不斷的體驗生活 去嘗試新的東西 就算錯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之前聽一個很有名的創業家 他就分享過一句話 他說不管你現在做什麼 都會牽動影響到未來 你絕對不會白走一遭的 謝謝大家 來 你先弄一遍 來 你先弄一遍 我就先放一遍 好 從你這個幾次失敗的經驗 當中你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因為其實失敗就是最好的學習 因為你失敗其實 你就是投入了一些資源進去 然後你的策略發現最後不握格 那最重要的你 work以後你從那邊得到什麼東西 得到什麼 lesson 那才是你最重要的東西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所以讓大家能夠少走一些 好 我覺得從我創業這三次的經驗好了 我覺得夥伴是非常重要的核心partner the point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打群架的時代 大家都這樣講 就是要一起跟partner衝出去 但是partner怎麼選很重要 就是第一一定要跟你有相同理念 就像我剛開始我第一個找了那個 一起很喜歡做點心的朋友 我們理念相同我們都很喜歡做甜點 但是要有共同目標 就是譬如說我們都要努力 譬如說做到開店這一個階段才能走 像我們那時候就沒有非常共同目標 要做到什麼階段 所以他就會覺得好像沒有目標 就可能會臨時就跑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很注重的就是團隊的氣氛 我覺得你團隊如果很有凝聚力 會增加你想要完成這件事的動力 像我第二個團隊就是 大家每次聚在一起都是好像在講工作 然後只是眼睛都是無神的狀態 沒有passion 沒有想要為這個 嗯 你現在創的這個業做什麼貢獻 或什麼更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團隊的氣氛是非常重要 可以讓你更有衝勁 這樣有回答到問題嗎 我覺得可能在leadership這一塊你要 要要下 因為否則的話後續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激發你的 工作夥伴的熱情 嗯 你可能在這一塊leadership 嗯 對 你要去加油 對我覺得就是一個team 還是要有一個leader比較好 就是因為我前面兩次就是有一點 大家都是評分的leader的角色 我覺得反而不太好 雖然一切都很和平 但是沒有一個人帶領往前走的時候 其實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一個leader在創業團隊裡面的角色 不一定真的是那個leader 他只是帶領大家就是統整思考 然後帶大家推往一個方向 不一定是要很強勢的規定要說 就要達到什麼目標什麼目標 應該是一個帶領的狀況 我覺得你有一個很棒的特質 因為你很勇於就是不斷的嘗試 也不害怕失敗 但我很好奇就是當你遇到失敗的時候 你是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挫折 然後是什麼樣的一個勇氣 就是什麼樣的一個力量讓你去 就是再去重新投入 就是再去創業的 我覺得失敗難過是難免 像我那天被評選輸掉後 我就哭了一個晚上 因為就是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哭一哭眼淚擦一擦就好了 因為你那邊哭也不會讓人同情你之類的 所以你要自己告訴自己說 明天還是一條好漢 就是你要走出不一樣路 讓別人看到你特別的地方比較重要 就是你哭然後從此一蹶不振 那別人就說哈哈你就是這樣的人 就是你絕不能讓別人這樣說 就是你要讓別人說 雖然我失敗了 但是我是最有價值的自由求援 就要帶著這個心態 然後你就會 我想要證明給別人看 你是不是想要做 嗯 都有我覺得 就是你要對 這樣子給自己勇氣 嗯 我想再幾個問題 就是你在楊書做mecan這個 你之前資訊的蒐集 有沒有到一個很深入 因為我有經過別人有做過這樣 嗯 像類似的東西也做不太起來 因為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在那個老吃的老吃 嗯 像5945他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他找到好的師傅 然後TZ Table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他找到好的餐廳 那都是 他的核心就是那個 所以 所以你可能要 收集一些資訊 看別人做什麼樣的東西 為什麼失敗 能夠突破那個人才能夠成功 就是我在第一個創業的時候 其實做了很多資訊的收集 就是那個甜點的時候 但是我們第二次在做weekend的時候 就自以為我們非常不一樣 所以就沒有做很多就是同業的比較 因為我們以為我們是唯一不一樣特別 所以不需要比較 我們就是第一個 可是後來才發現其實 從別人眼看起來 我們其實跟別人很像 比如說像舊國團那些的 他們是更實際更有可行的東西 然後別人就覺得 你們為什麼會 為什麼都沒有做比較啊 你們跟他們比我哪裡好啊 然後我們就說一些理由 但是其實都沒有很成立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第二次 唱業會失敗的最大原因 謝謝 掌聲謝謝 謝謝